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1 11月18號 下午3點鐘 那目前來說呢這個縱神獵場 縱神獵場目前已經升到大師級了 所以說只可以佔你的領地又多兩塊 那大師級接下來要升到最後一個英雄級呢 你就需要佔10座5級以上的這個狩獵領地 但是如果說是 半神惡魔虛空的玩家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再來一個就是亡靈嘛 大概就是兩個 然後另外這些戰利品還有這個地塊 其實就都還不是問題 所以升到大師級之後呢 差不多就可以準備最後的這個階段 那目前來說呢 我所有的英雄 光是靠這個 這個主要的玩家侵賽外的 欲外威脅 就已經升了兩隻四級 那這個兩隻四級的話呢 你要打這個四級城可能可以啦 但是我還是選擇 去打三級城 那如果說你有一隻四級的角色的話呢 其實一隻四級的角色可以直接吃三級城 所以上一隻角色就可以打了還蠻方便的 那我是覺得是說我自己打算是想要直接 三級城直接跳五級城 所以我目前站的都還是三級城這樣子 那等到說這個 欲外威脅 再打一定程度之後呢 再去 譬如說我至少有個 可能三 三隻四級的角色 然後我再去 這個 直接去打這個五級城 直接三級跳五級我覺得會好一點 好那可是如果是說 你們自己啊 就是 正式服要打之前的建議就是小隊後拉一個群組 然後呢等到打過這一隻王之後呢 大概你身上的角色也有個兩三隻四級吧 那如果說有兩三隻四級的角色之後呢 我覺得是可以互相幫忙去解這個五級城 那也就是說呢 這個 你一對就用這個 這個全部都是五級的角色 然後 說錯了 四級的角色 然後打一對 然後另外一個人也是一樣 四級的角色打一對 這樣子會比較穩一點 然後互相這樣子 互相這樣解上去 那如果說是佔領地的話呢 這個空格領地就用這個 第二隊 第二隊去 去鋪路 然後呢遇到這個 這個地塊的話 就是大家分工合作 一人打一對 有點像是正式服的團隊 也就是那個樣子 好所以說我覺得這樣子會是比較方便的 所以 在這個 這個 正式服 重神力場開場之前呢 可以先找好 你要組隊的朋友 然後開一個 小群組 然後大家這樣子 互相 互相這個喊一下 然後看看是誰要選擇 哪一個這個職業 好那另外呢 這個 先鋒服又開了一個 這個 燭火巡蹤 這是一個 好像一個蠻長系列的這個活動 因為你看 持續36天整整一個月 不知道是不是要開新的機制了 那在看到這個燭火巡蹤 我想到了這個 多莉的對話 多莉的對話 這邊又有一個新的 這一次新的角色是那個 擇屍褲嗎 那個蛇蛇 好 好多地方都發生了火災 聽說有人在火災看到了惡魔的聲音 已經講惡魔兩個字都明顯 所以下一隻 敵人應該就是這個 會放火的這個惡魔吧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那 我這邊有好多個普通抽 等一下 稍等一下 我們先來抽一下 今天是什麼 今天是滿雪 有機會讓我抽到擇屍褲嗎 等一下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新活動之前 我們先來個這個抽抽樂 好 有一個 哎呀 是屬 薯泡克勒恩啊 這我要選誰啊 我還是選滿雪 折屍褲 大老鷹 好沒關係 然後我們再來一個 好有抽 我有好有抽中過神魔角色 等一下 解完今天的話我就又夠一張券 我剛剛是好像是29張吧 59張啦說錯了 好 OK 我們來個60抽 這邊可以60抽 好先確認一下新券清單 新的角色大概都已經放上來了 好沒問題喔 還有那個騎士 我們來個60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那個新的 兩隻兩隻兩隻 哎呀兩個都耀光了齁 但是 埃魯爾德 小號應該是不大需要啦 然後 搞笑的瓦爾克 瓦爾克現在好像已經過了那個英雄商船的活動喔 哇真的是要抽到保底耶 保底來了 一隻而已 耶 耶 哲司庫 哲司庫太好了 耶 蛇蛇哲司庫 好這樣子還可以多2000粉塵喔 好還有嗎 阿妹有了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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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哲司庫 我的 我的這個主號其實是有打算暫停占星抽然後把這個哲司庫抽出來喔 唉唷小號埃魯爾德都已經上神話了 登登 好這樣子埃魯爾德上神話上神話之後呢我看異界鋁墊喔 先把它擺上去吧 我這一層也差不多快滿了吧 好埃魯爾德 進去囉 哇但是埃魯爾德小號好像不急著用喔 好那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 我不確定說詛咒夢境 那個如果說你沒有資格進去的話你看不看得到條件喔 你在這個畫面啊 你可以看到這個詛咒夢境他進入的條件在這邊有個驚嘆號 點一下 這個全服共鳴水晶等級或是共鳴水晶等級上列前列的玩家可以進入 詛咒夢境挑戰 當前詛咒夢境的需求 共鳴水晶為330級 然後共鳴水晶上線等級為350 330跟350 這什麼東西呢 我們點這個共鳴水晶 現在我是429 他是330嘛 那上線是什麼東西呢 上線就是 你擁有的這個 你擁有的這個神話角色 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上線 你多一隻神話級的英雄你就會多5級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的上線是530級 然後當前的水晶等級是429級 所以就是如果說你想知道說 你有沒有資格進去的話你點這個 這個夢魘入侵 點這個地方你就可以知道說詛咒夢境 說錯了 對不起 詛咒夢境進入的條件 那扭曲夢境的你想要知道這個極域夢境進入條件的你就點排行榜 然後這邊點這個地方 這邊也是一樣 那極域夢境跟詛咒夢境比起來他的條件會再高一點 因為 就算你沒有進入極域夢境你還是可以打這個 這個扭曲夢境 只是說你必須要拼排名 那如果說進了極域夢境的人呢 你就可以這樣子 上一隻角色 然後 隨便摸一下 你打1點傷害0點傷害你都可以進傳奇 所以 所以這是極域夢境跟詛咒夢境的這個差別 好那講完這些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燭火巡蹤 伊索米亞星譜 然後 這邊是 他有好幾頁這樣子 4天之後線索開啟 所以 所以這可能是一系列的一個一個的這個小任務吧 然後這樣子然後 這個是1000鑽 然後危險已經逼近最後的藥雀 那位名為塔林的半神 我們的這個不死鳥 鳳凰 然後 可以找到新的線索 好立即前往 這什麼東西塔林 啊 這什麼東西 這邊有一團火 啊 就這樣子喔 沒有了 沒有了 好 所以這是一段一段的故事是不是 所以就沒了嗎 對 對 對好像就這個樣子 啊 我是不是看太快了 剛剛他上面是不是有寫一些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塔林喔 故事 打開 好像 剛剛那頁有特別寫什麼東西嗎 是不是要我們去看這個故事 齁 好 對 所以 煮火群中好像是這個樣子 就是 你打開之後有一個東西點一下 就結束了 對 應該是這個樣子 好 那沒關係 那就等到這個 五天之後我們再看看煮火群中 這個一系列任務是什麼東西喔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現在見 掰掰 掰掰